这几天温度下滑 就很想吃一点热的 餐厅也各出其招了 像是有川菜馆 他们用肥美的虾子 用这个浓浓的咖喱酱来调味 还有克萨手馆 则是把天使红虾 做成了一锅三吃的海鲜锅 不管是整只下锅煮 还是用虾汤来煮粥 都很暖胃 浓浓汤头有味噌有豆腐 当然还要有主角 肥美虾子摆满一整盘 但怎么底下释放冰块冰镇 红红的虾子虽然都是红的 不过一个是熟的 一个是生的 原来这是草虾 这个是生的天使红虾 阿根廷天使红虾 本身就是红色的 生是蛋鸡 所以剥开壳就可以直接享用 虾头也别浪费 丢进汤里就是第二种吃法 喝虾汤 想要再更饱足一点 就把白饭加进去 打上一颗蛋 撒上葱花 增添滑顺口感 就是第三种吃法 虾味十足的砂锅海鲜粥 虾油锅 这可不是一般的油 用的是苦茶油 不但能去除海鲜腥味 还能把草虾煸熟爆香 起锅后 再把加了飞鱼卵的白米饭 快速翻炒 用铲子又铲又炒 至少要翻60下 才能炒出粒粒分明 一般都是虾仁炒饭 但这不一样 要连虾壳虾头一起炒 才能带出香气 如果只是都剥掉的话 它的那个鲜味会减少很多 那我们就善用它的虾壳虾红素 还有它虾膏 客家餐馆独创飞鱼卵 茶虾饭 川菜馆的虾做法不同 热油先把加了16种香料的咖喱酱 炒熟在淋上已经煎熟的虾子 立刻香气扑鼻 至于小卷先蒸后煎菜和年糕 用13香酱料和红辣椒一起拌炒 年轻人一般的消费群 他不喜欢剥虾壳 所以后来我们临机一动 选择小卷是因为它炸过以后 软嫩很香很好吃 又不用剥壳 有红有黄同样都是虾料理 不管是快炒还是水煮 在冷冷的天气里都能大呼过瘾 东森财经新闻 许千柳 盈盈在泰国道